大家好 这里是坑的说 我们今天将继续讨论皮质醇的问题 在上期的视频中 我讲述了皮质醇给身心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它对身心的帮助 以及运动健身人群如何与皮质醇达成合作 也就是如何客观的对待皮质醇 首先存在比有其价值 要知道皮质醇也有它的优势 第一皮质醇可以在身体受到外伤时 维持血糖平衡 保证身体在应激状态下 有足够的能量来源 抑制身体的炎症反应 防止身体对外伤过度反应而产生了损伤 帮助维持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 避免在应激状态下出现低血压和休克 还能刺激身体分解脂肪 为身体提供额外的热量 由此可见 皮质醇可以在危机时刻救你的命 第二皮质醇在运动后也起到重要作用 它通过提供脂肪来供给肌肉蛋白质的合成反应 这里要解释一下 肌肉在训练后的恢复和生长的过程需要能量 但是训练后身体储存的鸡糖和肝糖已经被使用的差不多了 因此这时肌肉需要的能量会来自于脂肪 此时可以使用皮质醇提供的脂肪进行修复 当然在训练后的饮食的视频中我提到过 训练后应该立即补充碳水化物加带白质 其中碳水化物的作用最重要 如果可以这样做 你将不用皮质醇调动脂肪转化为糖分 毕竟将脂肪转化为糖分需要时间 但是如果你在训练后没有立刻吃东西 皮质醇可以出来为肌肉和肝脏补充糖分 因此由于有了皮质醇 训练后不及时补充食物 身体也有补给方案 这是皮质醇做的第二件好事 既然皮质醇有可取之处 在什么情况下皮质醇可以反映出它积极的作用呢 这就要提到一个概念 急性和慢性皮质醇 所谓的急性皮质醇 是身体受到压力时的快速应激反应 它随着压力的出现而出现 是一种短期的保护反应 有助于我们处理突然出现的威胁和压力 那么慢性皮质醇是指 人体在长期压力疾病和其他负担下 持续分泌大量皮质醇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皮质醇的分泌 不像应对急性压力那样 完成使命以后恢复正常水平 而是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知道 人们不起问皮质醇的主要原因 是慢性皮质醇给身体带来的作用 而急性皮质醇的分泌 可以说是对身体有积极作用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皮质醇与训练之间的种种关系 在运动健身过程中 皮质醇的分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训练强度 训练动作的选择积极顺序 训练频率 负重量 每组次数 训练组数 以及组间休息时间等因素 都会影响皮质醇的分泌数量 在以上所有元素中 按照我在抗阻力训练系列视频中 讲过的叙述 就可以增加急性皮质醇的分泌 这就意味着 将训练的压力推到最高 将肌肉训练到深刻地步 但是细心的老铁们会发现 我唯独没有讲过一次训练的时间 告诉你超过45分钟的抗阻力训练 以及超过60分钟的有氧训练 会带来皮质醇的巨幅增加 每次训练都让急性皮质醇巨幅增加 连续起来就一定落入慢性皮质醇的状态下 这和我在过渡训练系列视频中 讲过的道理相同 急性过渡训练 对于训练效果来说是积极的 但是一连串急性过渡训练 造成的慢性过渡训练 会毁掉你的训练效果 因此要控制好一次训练的时间 让急性皮质醇出来 而不是让急性皮质醇堆积成为慢性皮质醇 迈克马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 对训练后皮质醇的水平 与肌肉力量 受体重 肌肉横界面的变化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 经过12周的抗阻力训练以后 在训练后皮质醇的水平 与肌肉的力量和体积的大小 呈正相关性 不仅如此 长期的训练可以减少皮质醇的分泌 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体对训练刺激逐渐适应 随之皮质醇的分泌也逐渐减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训练的过程中 皮质醇水平较高的人 可能增加了更多的肌肉 这与那些认为皮质醇 只会造成肌肉分解的普遍观点相悖 确实皮质醇有分解肌肉的作用 但长期来看 那些单次训练皮质醇水平高的人 能更好的处理皮质醇 从而适应肌肉分解的现象 单次训练的压力大 就提升了皮质醇的分泌量 却对那些担心皮质醇分泌量的人来说 实际上是个好消息 因为只要我们通过长期的训练 适应这个变化 它并不会给身体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皮质醇实际上可以作为 衡量一次训练质量高低的标准 同时也是促进肌肉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没有必要恐惧皮质醇 虽然这是个好消息 但是千万别把皮质醇不当回事 所以我的观点是 不要害怕皮质醇 同时也要敬畏皮质醇 皮质醇的水平 通常在一天之中上下波动 通常早晨起来最高 而睡眠期间最低 在某个时间点长的身高 并不代表有问题 相反可变灵活敏感的皮质醇水平 反映出了一个健康的内分泌系统 如果你的身体失去了这个能力 这才是个问题 调节皮质醇水平 需要从训练营养休息多方面进行管理 在训练方面 控制好每次训练的时间和训练频率是关键 在营养方面 训练后应该及时补充 脂炼结酸和碳水化物 对此我会在未来的营养视频中详细介绍 此外 合理的休息和睡眠 也对皮质醇的调节非常重要 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 要向大家介绍 那就是一天中该在何时训练 我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想减脂的人 都有晨跑的习惯 那么我告诉你 早晨皮质醇水平最高 早晨训练会导致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辅出 而晚上训练导致的皮质醇反应最低 特别是早晨空腹运动 已经被证明会使皮质醇剧增加 从而导致更多的肌肉流失 对于减少脂肪的目标产生矛盾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皮质醇对于健康和运动来说 有其积极的作用 它可以在危急的时刻保护我们的身体 并且修复肌肉组织 皮质醇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 急性皮质醇是一种短期的保护反应 有助于身体处理突发的威胁和压力 而慢性皮质醇则是由连续急性皮质醇分泌 串联在一起的长期高分泌状态 对身体有伤害作用 对于运动健身而言 急性皮质醇分泌是高质量训练的标志 但是多次过度训练 则会进入到慢性皮质醇状态 其中单次训练时间和训练频率安排是重要因素 因此对于皮质醇 你要降低的是慢性皮质醇 你要升高的是急性皮质醇 因此要保持适度并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 不要不把皮质醇当回事 也不要因为过分注重皮质醇而徒增环恼 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